邀请今天的第一位 求知者 之前我在麦当劳实习过 做过卖咖啡的咖啡师 在工作中呢 我觉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而且非常喜欢服务行业的工作 我希望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争取能够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我觉得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 独立的女人最美丽 就要靠自己 就是女儿生开蝴蝶子 徐瑶二三岁 天津人本科 天津师范大学唐姑学院新闻专业 大家好 我叫徐瑶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 京姑学院新闻专业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找到一份 关于服务行业 文职 以及各位老板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不吝赐教 谢谢 你的推荐理由 对 学校的推荐理由是 本来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 一个不错的专业 然后因为在实习过程当中 接触到了 有一些打工 然后接触到了 一些餐饮服务行业 就热爱上了这个行业 所以由衷地推荐给 咖啡之一的神仙姐姐 你干过什么服务行业 在卖咖啡做过咖啡师 做过咖啡师 你会 就是咖啡拉花 就是很简单的 可以拉出那个 蒸果拿铁锡型的拉花 在麦当劳打工很辛苦吧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累 然后就是经常要炸薯条 一站要站三四个小时 你不是卖咖啡吗 怎么炸薯条呢 因为我是想去卖咖啡 但是作为一个新人 刚去的时候 肯定是要让你从大唐 然后夹区 然后炸薯条 就是都要 这些职位都要融过来之后 才能看你能不能适合这个工作 那儿的薯条你自个儿吃吗 吃 好吃吗 我之前一直认为 炸薯条很好吃 但是自从自己经常炸薯条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吃炸薯条了 为什么呢 吃力了 因为最烦的就是经常让我炸薯条 因为 就是要是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比如在我晚入职的新员工 他来到之后 就应该我就不在薯条位置了 你就不用干了嘛 对 但是不管有多少新员工来 他经常就会选择让我去炸薯条 可是徐晓岸 他 你有没有想清楚 为什么别人都有出头之日 就是你再这么干 你还是炸薯条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明白 有没有问过领导 为什么就每次就要我炸薯条 我觉得 就是 我们有六个经理 一个小店里边有六个经理 每天是 什么 一个小店有六个经理 是 这都是经理是吗 都是经理就一个炸薯条 有六个经理 怎么了 有六个经理 其中四个都是女经理 我就觉得经常是轮到女经理 一到女经理他就让我炸薯条 那为什么男经理不让你炸薯条 因为他可能觉得如果我在卖咖啡那儿 就是能卖好多杯咖啡 就是 就是他 男主管认为你适合卖咖啡 对 女主管认为你适合炸薯条 有没有可能是你在整个咖啡厅里面太可爱 大家伙都挺喜欢你 这些女上司吃醋了 就让你炸薯条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 有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就看着我 三人讨厌 然后就让我炸薯条 你在炸薯条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问过你的经理说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炸薯条 你有沟通过吗 对 你是不是只是这个逆来顺受 还是主张过自己的权利 要是排解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就把你当成这个薯条 然后我就对你散来散去的 不是把谁 不是把谁 你就干了 我就是觉得很累 我就想 就发发气 对 就是发现 就不是发现一些 就是稍微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 如果我不这样排解 不这样想 我可能会对他产生恨意 但是我不恨他 你炸完了就完了是吧 对 炸完就完了 那么需要是这样的就是 你除了炸薯条 你还能干别的吗 还有别的你想干的岗位吗 嗯 关键你知道 那个颖总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 她有点担心 那如果今后突然有一天 让你煮咖啡 把你给煮毛了 你心里就一天把它煮一百遍 我倒还没这么去想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换种角度去理解 真正的理解 为什么会被这么安排 因为我不太相信说 四个女经理都又知道这样跟你过不去 我反倒觉得他们可能是在工作调动的时候 觉得你可能只适合做这个岗位 其他岗位要么就更累 要么就更复杂 你暂时适合不了 因为炸薯条确实是特别的简单 然后学过了没有几天之后 就把我调到了卖咖啡的那个职位上 也许其他的收银啊炸鸡翅那些 可能你还更胜任不了是吗 对 收爷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就是 所以你现在理解了吗 理解 其实他们不是对你不好 是对你好 刚开始的时候一上台脑袋里 什么都没有想 就想认真的回答每一个问题 有什么就说什么 你做过微商对吧 你在微商当中 其实你有一个见解是认为 漂亮是一大优势 是有这个吧 得看卖什么东西 卖什么东西漂亮是优势呢 比如说自己卖化妆品 卖彩妆 卖面膜 漂亮都是优势 卖什么不是优势呢 卖鞋啊 卖鞋就照不到脸 对 卖鞋脚漂亮是个优势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做微商现在做得怎么样 我就做了很短一段时间 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 觉得挺喜欢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学生 我觉得就是不能 我不能保证货源 而且就是我觉得 从做微商之后 和同学啊朋友们之间的沟通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了 就出现了 就是大家可能会对我有误会 如果今天给一个朋友发微信 他可能就觉得 我下一句话就是说 你要买我的面膜吗 所以他就两天没理我 然后我就觉得 就不再做了 就不再做了 但为什么你在微信的销售过程当中 你认为漂亮是一大优势 别人对你的评价是怎样 我为什么认为漂亮是一个优势 是因为我就用自己 自己做模特儿 然后那个卖那个自拍绳杆 然后拍照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大概是怎么用 你教一下脸最大 最需要自拍绳杆的老梅 对 他需要绳杆 显得脸小一点 你教他 有 就是这个 就是 找一个角度 比如你想拍 从头到脚的 你就可以这样 然后 林老师 那你觉得像梅老板 他应该最适合用哪个角度 他怎么才能 因为我只想拍我 你教他一个动作 能够让他拍出自己的前后曲线 应该让梅老板上来 看效果怎么样 对 这真有用吗 老梅只能拍正面的 别的角度都拍不着人 来 你教他一下 我现在一定要让我们徐瑶 给我拍着曲线来 咱们配合一下 来 梅老师您用右手这样举着他 这拿到一套了 您就给我学 然后这样 这个手 自然 自然 这样 这个角度 对 然后这样 脚要颠起来 右脚要颠起来 右脚要抬一下 你这样特别像偷鸡雷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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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脚要收腹 提臀 他收了已经 没法收 测一下身 哎 腰了啊 还有吗 就是这样就是 这只拍出了前秃 能够拍出后翘吗 后翘怎么拍 刚才忘了忘了翘了 后翘怎么拍 后翘的话就可以这样了 好 举起来 只拍后面 好 这样 好 好 这个动作很高的难度 你试一下 这个动作很高难度 我觉得动作太单一了 多练 有点单一 你看像我 这位游客请往这边走 好 谢谢 哎 这个怎么把腿拍长 把腿拍长 您可以拍完之后 用美图秀秀 现在有一个新功能是增高 然后就可以了 就你拍一次拍不过来了 你只能多长 那个骗人呢 因为那个你把腿增高以后 你后面那个方根地板 也跟着拉长了 一看就是假的 自然美才是真的美 如果腿没有这么长的话 我觉得 人家是锯了算了 给它加长了 徐晓 我很感兴趣 因为你的销售技巧 还是蛮不错的 那你当时的销售业绩 怎么样呢 就是 他的销售业绩最好成绩到达了 他在微信上 不光产品销售出去了 还把客户给俘虏了 是吧 俘虏了 找了个男朋友 对吧 都是在同一个软件上认识的 就是 哪一个软件 微信 摇一摇 摇一摇认识 真能摇出靠谱的男朋友 惨了多久了 快三年了 三年 就摇一摇摇了三年 就 摇出来的缘分 摇到他之后 他就不让我 以后再不让我摇了 对 你今天有意向性的服务企业吗 服务型企业 咖啡之意 还有吗 优胜教育 我看你简历上写的是韩树 本来写的咖啡之意的韩树 怎么变成这个 怎么变成这个教育 从我这儿越过去了 对 我想在天津 我不知道 韩树有没有在天津的感觉 就那个摇一摇在天津是吧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 那如果你选择一个好的工作 他不会跟你一起来北京吗 我妈妈也在天津 然后我也不想离他太远 许瑶 你来北京的话 你的工资标准给你翻一翻 你愿意来北京吗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好紧张啊 这么多多流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 我觉得又漂亮又可爱 但是只可惜就是我们的总部在北京 而天津没有分支 所以我说拿高新来诱惑你 但是你又不上钩 怎么办 所以我只能祝福你跟你的男朋友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年轻的时候应该出来闯一闯 见一下世面 万一有更帅的呢 来 天生我有才 PPT 这个第一张就是我在卖咖啡的 卖咖啡 单人咖啡师的时候 做试吃和试演 然后第二个海报 是我自己手绘的新品的宣传海报 第三个是在员工大会上 那个得到的咖啡杯的胸针的奖章 第二张 然后这个左上和右下 是我拉的做的咖啡拉花 然后就是中间的那个本子 就是我自己每次师傅给我讲 然后我认真的做笔记 笔记里面还有照片啊 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脑袋反应慢 我就担心顾客点餐的时候 我想不起来这个就是咖啡 这个咖啡长漫样 然后我就把那个图片贴上 我觉得这样就一看到图片 我就能想起做法 脑筋慢是炸薯条炸的吧 下一页 这个就是我那个微店的那个标志 商标 然后上面那个是自拍杆 然后这个我自己的那照片 就是当时我宣传那个自拍杆的时候 没了 好 其实你是非常知道自己的优势的 你又长得漂亮 然后又善于跟别人交流 而且销售业绩做得也不错 还赢得了你的男朋友 你有这么多的优势 然后就因为两个朋友屏蔽了 你就不做这件事了 那我很难相信说 未来我给你一个工作 如果它很有挑战性 如果它压力很大 如果它遇到了困难 你不会放弃 就是因为我不想 因为这个和朋友之间产生不愉快 徐瑶我也怀疑你 因为你在这个项目写的是 人生需要压力 同时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但是从你刚才的那个炸薯条 和微商这两个表现来讲 你面临压力的时候 反而放弃了 没有变成动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不能让他们再猜下去了 你要主动地回应 好不好 就是以后 我会在以后的工作中 要吸取之前的教训 要好好地想想 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到底是应该怎么做 就是 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 其实你只要求快乐的工作 倒未必要工作有什么成绩 你是不是个这样的人 怎么突然之间沉默这么久 问到我的能力的时候 脑袋里当时就放空了 又产生了一些毛肚和纠结 他很单纯 看起来那种单纯 是没有自信的一种方式 就为什么一谈到你自己 专业的时候 你完全就跟之前判若两人 其实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是 你绽放的时候 就是学习了相关的专业知识 是有了一些的理论技能 我觉得在实践中 我还是喜欢 关于服务行业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 会选择自己喜欢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服务业 我就觉得 对别人好的服务 然后别人就是被服务之后很开心 我自己也觉得很满足 但是他服务业 我觉得也没 他也没特地想清楚 他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想 你到服务业到底做什么呢 对 到服务业在具象下 你到服务业做什么 然后又在服务业成为什么 服务员 就是 客服人员 可以是客服人员 或者是咖啡师 咖啡师反正不是炸薯条 其他都可以 这意思吧 其实它很简单 它没有太多的要求 需要你喜欢跟小朋友打交道吗 我觉得你好可爱 我喜欢小朋友 喜欢小朋友 那如果有一群小朋友 然后他们听你讲课 然后你教他们很多的知识 你喜欢这样子吗 喜欢 那如果这样子 假如说可以来北京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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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就北京绝对不来是吧 哎呀 谈北京基本是摇一摇 我发现了 行 来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北京不来啊 还有七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张银开始 我们给你推荐的职位是电商助理 我希望你现在从你最擅长 最有优势的销售入手 我是觉得你太小了 就跟高中生似的 真不像个大学毕业生 你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找个实习工作的感觉 所以我给你的 是我们天津分公司的 那个前台行政 前台行政 对 就用他这脉象是吧 因为他肯定特别不招人烦嘛 对 他是不招人烦 对 但是给你搁在别的岗位上 我怕你烦嘛 对 真好 怕他烦 所以先过渡一下 如果发现特长再转岗 你如果学好了 可以去你们家门口西青校区 去那儿去工作去 这样离你摇一摇也近一些 徐瑶 我把同志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在天津 我们的运营中心 是客户服务专员的角色 徐瑶 咖啡机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营运助理 它有两个输出方向 第一个就是你所熟悉 和马上可以上岗的咖啡师 你可以负责咖啡设计 咖啡创意的设计 以及咖啡的制作 第二个是 咖啡机迷你一项目的 真正的营运储备干部 因为咖啡机的迷你一项项目 其实跟你原来做的 卖咖啡有点像 它没有炸薯条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我们天津分公司的运营助理 那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历经所的客户顾问 好 谢谢老师 你很幸运 你凭着可爱的性格 和搅好的面容 获得了你如意的七份 天津的工作 甚至有些人 已经把工作 送到你的家门口 你要灭掉其中的五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请 有请陈浩 尹峰 弹琴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 请揭晓 3500加 4000加 来 有问题 赶快问到两位老板 就是是 我想问一下是 您写的都是实习期间的工资 还是说 正式工资 你想的美 陈浩老师 您这边工资还可以加吗 我加了你是选我 是怎么着 你去陈浩那边以后 还可以做老师挺好的 我说一加点钱 你选了我摇摇 回家不得跟你生气 我也是替你着想 可以了 可以选了 好的 你的话点名了它 不用加了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一 优胜教育 咖啡之一 最后还是选择了严总 就是我最初的初衷 我觉得她是很高兴的 然后通过这次 对我自己的性格 也是一种锻炼